現場活動都怕歌手挽到 怎麼辦 那天一組大台歌手 押走的已經遲到30分鐘了 結果因為他們從台中趕上 一直塞在高速公路沒辦法 主持人已經講到口水都乾了 因為不曉得怎麼繼續了 遊戲也玩完了 已經無聊到找台家觀眾 上來玩那個瘋狂黑白色了 怎麼拖時間 因為據唱片公司人表示說 大概因為塞在湖口 可能至少都要30分鐘以上 結果老闆也是急到不知道怎麼辦 想說他好不容易接了這個大案子 結果我就要搞砸 旁邊那個基金會者人員在那邊 怎麼辦 你們怎麼搞 已經開始在那邊罵了 我這個朋友當場集中生智 因為他有一個弟弟 他弟弟平常就向往演藝圈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 有一個專長很會模仿500 所以他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走到主持人旁邊說 因為要電時間 打電話給我弟弟 現場連線模仿500 主持人想說也不錯 馬上就撥電話 哈囉 500你好 電話那一端 他弟弟 大家好 我是500 就開始弄起來了 然後全場就掌聲如雷 廢塵 當然大家知道那個人在模仿500 可是你知道模仿秀 那個時候正熱門 所以欣賞一段透過電話的模仿秀 也是很特別的事情 這一段欲罷不能 竹竹模仿了30分鐘 等到壓軸歌手到了之後 大家還在回味剛剛那段模仿 變主秀了 所以從那以後獲得老闆的器重 很重要 對 真的就是說 同事事實伸出元首 大家都會很感激他 我記得幾年前有位非常非常夯的 外資分析室有女性 我記得她那時候年薪 應該至少有兩三千萬吧 很多媒體都很想要專訪她 對產業 對台灣經濟的一些看法 可是反正她已經夠紅了 然後薪水也很高 所以她也不太鳥媒體 那時候我為了想要 獨家專訪到她 我就寫mail 然後到他們公司 去拜訪她的助理 甚至透過朋友介紹等等 後來終於約到她了 但她提出一個條件 她說我可以接受妳的專訪 可是妳要讓我挑照片 除非照片滿意 否則我不要刊登 其實坦白說這有一點點難度 就是說也許我們自認拍得不錯 可是妳不喜歡 我等於整個專訪都白搭了 對不對 但是為了刊登 就是拿到這個獨家專訪 我還是答應她了 答應她之後 確實我也帶了某位攝影記者 我們公司比較資深的攝影記者去 我們就姑且稱呼是 A攝影記者好 拍好之後 就重新又修了一下片子 因為都要修片 然後打燈什麼什麼 會比較漂亮 就給對方看 結果對方一看不喜歡 他直接跟我說 柳小姐這個照片拍得不好看 我沒有辦法讓你們登 所以專訪也沒有辦法登 我就在想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補救方法 我就問我們A攝影大哥 A就說 燕麗那簡單 我再來幫她修一下 看是不是把比較圓的臉 修比較瘦一點 可是這樣修其實有點失真 反正我們就修了 修了之後就又傳給對方看 對方說我不喜歡 你們拍的風格 我就是不喜歡 我就是不要登 真的有點騎虎難下 我怎麼交差呢 好 問題是我們A攝影大哥 他也覺得他拍了又修了 你要叫他再處理 他不想處理 他也不爽了 後來他就狠狠落下一句話說 燕麗妳自己想辦法 我要去端然不出差了 對 他就把所有的難題丟給我 然後這時候公司有另外一個 比較資淺 才進來沒多久的攝影 B攝影 他跟我說 那燕麗姐這樣好了 我來試看看好不好 對 他就主動說他願意幫忙 那 願意幫忙 當然不是只有修騙 我就打電話問對方說 那您希望接下來我們怎麼處理 跟我想一模一樣 他說那妳就派另外一個人來重拍 對 看看我喜不喜歡 所以我就請B 我講的是真的 我就請B 又特別去重拍了一次 拍了好幾組就傳給對方看 他一看 非常喜歡 連修片都不修片 後來我就想說 他到底喜歡什麼 應該是說風格 對 一個拍的就是很有架勢 然後另外一個拍的 我覺得可能比較甜美 什麼看都是沒希望的照片 一看就是衰衰的樣子 也不是 可能有些他就是覺得 他某一種角度比較好看 然後你可不可以抓住他的神韻 對到味道 對 反正就是總之 B拍的東西他比較喜歡 還是新進的那個人是小鮮肉 也是 他身材比較好 他真的身材比較好 然後也比較年輕 反正就是東西都 我是喜歡大叔 對 不一定 有味道 對 所以反正東西就順利交差了 後來就是打烤雞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部門主管 我也可以打攝影的烤雞 我就特別把他真的有加分 真的有加分 對 我自己其實是 最近我們公司簽了新的新人 然後他們要準備發片了 然後也要出美妝書 然後因為公司現在都在忙他們的事情 但是因為新人其實現在要發片 開始吃醋 沒有吃醋 一開始會 沒有 但是後來就覺得說 新人他們發片很辛苦 就是他們要到處到 可能東區或者是西門町 就是做一個快傘的活動 然後自己就是到那邊 可能在一個捷運站外面 就跳舞 唱歌 希望讓更多人認識他們 不過因為他們第一次 去做快傘的時候 在西門町 他們畢竟是新人都會很緊張 然後可能就會在跳的時候 可能那個微笑就沒有這麼多 那公司又想說 那如果我去幫忙做多事的話 有一些比較僵的笑會這樣 對 但是他就是緊張 緊張 不放棄笑 對 不笑肉不笑 就是對 101的表情 爆炒人的笑 罐頭 後來公司就會覺得說 那要不然我去當主持人好了 如果每一場快賞活動 我就是去當主持人 敲一下氣氛 對 然後後來我就很自愈的說 好 我就去當主持人 然後幫他們熱鬧 然後盡量讓他們放鬆 然後Hold住整個場子 讓他們可以表演得很好 結果他們現在表現得越來越好 然後有很多的媒體 邀約不斷的時候 就變成我受益了 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 手工在身的受益 對 就是因為他們有媒體 他們有媒體採訪的時候 我都會順便就是會採訪我 對 然後變成我的曝光也變大了 然後大家最近 喜歡這樣 對 大家就會看到我 因為其實有一陣子我已經很少 就是上通告或什麼樣 很多人看到我之後說 小Call 你是不是消失在演藝圈 你是不是去美國生小孩了 我說我沒有消失 我一直都在 但是也因為他們 我的那個破光率變多 所以工作也變多了 通告量也變多了 所以就是很感激這樣 有 有道理 真的相當的理智 對啊 第一次來的 是啊 我想理智了 真的啊 第四個是什麼 突然展現意外的技能 這個我曾經經歷過一件 就是也是很傳奇的故事 我那個助理 他以前他就是我們公司老闆 算是幫老闆開車 TP 像那一種 然後每天每天公司的人 都在背後就是在笑他 都覺得說怎麼那個 老闆怎麼 老闆也是有被虐狂是不是 就明明他都常常出包 可是老闆也很奇怪 就是還是喜歡讓他當助理這樣 可是這個就被我們定位成 萬年助理 他這輩子就是這樣了 就是常常被欺負 被老闆罵這樣子 但是你知道嗎 有一次攝影棚在錄影 然後在彩排 然後在彩排過程當中 因為反正也沒事 老闆就到樓上 長官辦公室去聊 那個新節目的事情了 叫阿清在攝影棚等他就可以 那個阿清 他就想說四下無人 因為彩排在隔壁房間 他就走到那個攝影棚 旁邊有一台鋼琴 以前那個台式那個一棚 放一台鋼琴 他就坐在那邊 人家以為他坐在那邊打盾 不是 他輕輕的掀開琴蓋 就是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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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台鐘 就弄起來了 好棒喔 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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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原來他會... 最後一趴嗎 原來他會彈琴 沒有人知道 然後他是... 他看到忘了我... 經歸這麼好為什麼要當助理呢 你也知道 如果沒有好的機會的話 除非你厲害到可以在國家音樂廳 對 音樂廳 那要不然呢 光人國小音樂班 就跟當演藝人員一樣 要不然除非就是 有貴人給你機會之類的 總之他就彈到望我 忽而高亢 忽而低迴 忽而淚如雨下 然後忽然哈哈大笑 那是龍八湯演藝人員 有那麼多情緒 龍八湯演藝人員跟那個打雞樂 去東南亞巡迴 然後急轉直下 就很舒情